南投新一鄉 新中橫公路的夫妻樹附近 在早上十點多 有落石掉落 從天而降 不只是砸落了這個路過的轎車 更是把柏宇路面砸出了一道裂痕 雙向交通一度受阻 整個畫面是相當驚險 一顆落石滾落山壁 砸落地面後 不偏不倚 彈向路過轎車 沒想到接下來還有落石 車輛急忙再倒退 最近線還有一顆巨石砸落路中央 波及路過轎車 造成車輛引擎蓋受損 真的嚇人 巨大落石幾乎跟休旅車一樣大 快站滿兩個車道 柏宇路面 甚至被砸出超長裂痕 這裡是台21線約141.5公里處 也就是新中橫公路夫妻樹附近 二十七號早上十點多 公路總局接貨通報 趕緊調派機具移除 所幸整體意外無人受傷 由於落石太大 需要出動碎石機打碎後才能移除障礙物 恢復通行 也提醒此路段地形險峻容易有落石 民眾行精還是要再三小心 記者中午成 南投報導 明明沒有颱風 卻碰上宛如颱風天的狂風暴雨 有一群遊客利用端午連假到嘉義縣竹崎香山區一間廢棄學校露營區露營 24號晚間六點半 突然一陣狂風奏雨 把搭好的帳篷全部都摧毀 衣服棉被都被淋濕 因為沒有辦法下山 又怕失溫 只好報警求救 一陣驚呼 因為露營場地瞬間刮起狂風下暴雨 事前搭的遮雨棚被吹得東倒西歪整個掀起 每隔多久營地變成這副模樣 草地上帳篷被吹跑 民眾跑到棋樓下躲雨好傻眼 那個風的級數大概相當於颱風七八十一風以上 整個操場大概有九頂帳篷 那全部都吹倒了 我們的衣服棉被全部都死了 那小孩也是全身都是死的狀況 那大人小孩 尤其小孩整個都是嚇哭的 明明沒颱風 卻遇到像颱風般的風勢雨勢 這裡是嘉義縣竹崎香京師村的一處廢棄學校露營區 約40人 短午連假上山 體會大自然 四天三夜 卻在24號最後一晚碰到風雨襲擊 回想當時狀況還心有餘悸 只好求助警方 在警方溝通協助下 有人入住附近廢棄小民宿 有人睡在車上 有人直接夜宿廢棄教室 度過一個難忘的端午連假 記得嘉義綜合報導 疑似脫掉車操作失當 害得特斯拉二次受創 新北市板橋管前西路 早上七點多 原諒特斯拉修理車和轉彎車擦撞 沒有辦法啟動 只好送修車廠 沒有想到脫掉車把車運送到原廠 疑似是操作失誤重心不穩 不但是自己犯車 連帶著這個特斯拉 也是撞破了展示肩落地窗在砸落地 不到四個小時 兩度重創 維修費粗估近百萬人 特斯拉運到修車廠 脫掉車用掉地懸掛 偏偏電動車比一般車重300公斤 疑似操作失誤 失去平衡 整輛車甩進特斯拉斬肩 脫掉車也直接翻車 看到掉車倒下去 我知道有壓倒車 仔細看 特斯拉撞得很慘 前擋風玻璃全碎 車頂跟天窗也毀了 葉子板也凹陷 右半邊幾乎半毀狀態 旁邊展示肩的落地窗也整片碎裂 但這已經是一天之內 他遇到的第二次車禍 上午7點多 特斯拉行進板橋管前戲路 和轉彎的轎車擦撞 當時保險桿葉子板跟輪胎 就已經凹陷變形 上級 車頂 前擋以及整個右半部 初步維修金額估計是 80萬到100萬左右 維修費暴漲 修車廠還有合作的 脫掉業者和車主私下討論賠償 該跳車突然翻 現場無人 人員受傷 特斯拉一天之內連撞兩次 還毀掉修車廠大門 大探 浮無雙置 貨不擔心 記者劉思邱松林 新北報導 過映超速只為了自拍 來看到的是網紅料老大 在端午廉價跟朋友騎重機出遊 經過台11線 花蓮延寮派出所的時候 發現了一台移動式的測速照相機 一群人就突發奇想 想說用超速違規的方式 讓照相機拍下團體照 一連測試了兩次喔 最後呢是被罰了2400塊錢的罰單 但是為了拍照故意違規 也引發批評 一群人站在路邊開心畢業 感覺像在拍照 只是前面的相機 換個角度看 是一台移動式測速照相機 網紅料老大端午廉價 跟一群重機車友出遊 回程經過台11線時 發現延寮派出所外 有一支測速照相機 一群人突發奇想 推派其中一人 其重機故意超速 來得到一張國家級團體照 就怕一次不成功 他們連拍兩次 才心滿意足離開 很多人的話 隨便幫我們照一下 一定要這樣子玩嗎 除了生命 那是要算誰的 很危險啊 就已經有限速來超速 民眾超傻眼 為了拍照故意違規 拿生命開玩笑 違規照片曝光 該路段限速50公里 但車速高達96公里 拍照當下騎士 還不忘對測速照相機畢業 說好的團體照 也只有少部分人入境 團體照罰單一張2400元 只是為了拍照故意違規 萬一傷及無辜 恐怕不是錢就能解決 這有花蓮綜合報導